玄冰和孙艺珍虽然只公布恋情不到半年 但是他们两人CP粉的数量却相当庞大 此前孙艺珍只是晒出了一张男友视角的照片 就引发了全民的热议 可见大众对于这一对情侣的喜爱程度之高了 不过近期孙艺珍频繁外出聚会 她先是和宋云儿野餐 随后和孙艺珍的情侣 后又飞往冀州岛打高尔夫 但就是不见玄冰的身影 不仅如此 孙艺珍在冀州岛干脆还手腕神秘男友人的胳膊 与其举止亲密 还没爆出了这一消息 也让网友们感到不解 甚至还有热心粉丝开始隔空喊话玄冰 孙艺珍一向很喜欢高尔夫这项运动 早在与玄冰官宣恋情之前 就有媒体曾爆料称孙艺珍有固定的交往对象 甚至每周都会与其一起相约打高尔夫 如今看来 所谓的交往对象必然是玄冰没错了 但是孙艺珍似乎并不是每次都只和玄冰一起打球 日前 就有媒体曝光了一组孙艺珍飞往冀州岛 与有人打高尔夫的照片 照片中的孙艺珍身穿粉色运动服套装 头戴铜色系的鸭舌帽 整个人看上去只有30出头的样子 很多粉丝在看到照片之后 都不尽感慨孙艺珍的长相多年如一日 她也是保养得很好了 但是再仔细一看 孙艺珍的身旁这位身穿黑色波罗衫的男友人 似乎关系太好了 孙艺珍与男友人并肩而战不说 她甚至还挽着这位男友人的胳膊 虽然孙艺珍的男友人戴着口罩和墨镜 但还是很容易看出 她的年龄应该和孙艺珍差不多 如果不是已经知道孙艺珍和玄冰在一起了 恐怕孙艺珍和这位男友人之间的关系 还要打上一个问号 事后还有很多CP粉主动把玄冰劈了上去 给孙艺珍的男友人换了头 其实孙艺珍近期不仅与这位男友人一起打了高尔夫 她还抽空和好闺蜜宋允儿一起野餐 两位大明星相约在郊外的某个草坪上约会 孙艺珍还晒出了他们甜蜜的对视的照片 从孙艺珍更新动态的频率和照片中 她的状态来看 她的心情似乎很不错 只不过无论是宋允儿 还是孙艺珍一起打高尔夫的男友人 他们都不是网友最想看到的人 大家还是希望玄冰能够陪在孙艺珍的身边 两个人也能够多发一些合照 而在看不到玄冰和孙艺珍同框的情况下 网友们干脆开启了脑补模式 大家纷纷表示 或许玄冰就是躲在镜头后面给孙艺珍拍照的人 所以孙艺珍的心情才会如此之好 比起一年要拍好几部戏 几乎不停忙工作的时期 和玄冰恋爱之后的孙艺珍似乎停下了事业的脚步 她也更加懂得了享受生活了 无论是春日野餐还是打高尔夫球 这些活动都让大家感受到了孙艺珍的佛系 反倒是玄冰在孙艺珍的衬托下显得过于忙碌了 孙艺珍和玄冰同时因为爱的迫降再度爆红 但是在剧集播完之后 玄冰就马不停踢地拍摄了诸多的新作品 反而是孙艺珍过上了岁月静好的生活 这也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如今距离孙艺珍上一部作品播出 已经过了近一年半的时间 大家都想知道孙艺珍究竟什么时候能够再度进组 还有一种声音则是希望孙艺珍能够尽快和玄冰完婚 毕竟两个人都已经39岁了 即将步入40大关了 玄冰此前更是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自己想要在40岁之前就结婚 如今距离玄冰40岁也所剩不多时了 大家都迫切地希望会有好消息传出 当然CP粉们都希望孙艺珍能够尽快和玄冰修成正果 但是孙艺珍和玄冰各自的粉丝却有不同的意见 玄冰的粉丝们还曾在两个人公布恋情之后 对孙艺珍进行攻击 理由无外忽视因为粉丝们觉得孙艺珍迟迟不出面工作 但是却一直靠恋情不关注 这无疑是消耗玄冰热度的意味 而孙艺珍的粉丝则认为是恋情耽误了孙艺珍的时间 也消磨掉了他对事业的热情 这次导致孙艺珍停工了近一年半的时间 无论怎么看 孙艺珍似乎都应该早日外出工作了 不过日前孙艺珍还没有表示自己何时会复工 他也强调好的剧本是可遇不可求的 但是孙艺珍即便不拍戏 她的曝光率依旧很高 这是一种底气 你觉得孙艺珍应该尽快拍戏吗 接下来的内容更精彩 孙艺珍晒男友视角美照心情大好 粉丝是玄冰拍的 孙艺珍自从何玄冰高调热爱之后 除了工作需要之外几乎很少公开露面 不过近日孙艺珍却主动晒出了自己的近照 这也让粉丝们感到兴奋 值得一提的是 孙艺珍晒出的照片的拍摄角度 就是网络上最为流行的男友视角 于是便由粉丝猜测 或许这张照片真是由玄冰拍摄的 日前孙艺珍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了自己的照片 并配文称 美丽霞光洒落的下午 看上去心情相当不错 照片中 孙艺珍身穿黑色夹壳 搭配烟灰色牛仔裤 头戴深色牙绳帽 脸上还戴着口罩 就算是从孙艺珍身边路过 如果不仔细分辨也是完全看不出 这就是大明星 看到孙艺珍全户武装出街再结合照片的拍摄角度 粉丝们不禁联想到这张照片的出处 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春日午后 似乎最是和情侣一起约会 所以要说孙艺珍和玄冰一起出街也是理所当然的 一时间关于孙艺珍的摄影师究竟是不是玄冰这个问题的讨论 善消沉上 无论最终结果如何 粉丝们都能够感受到孙艺珍此刻的幸福 还有人直指孙艺珍都笑成了月牙眼 看样子真的是很幸福了 其实距离孙艺珍和玄冰公开认爱已经过去了四个多月的时间 虽然期间孙艺珍曾经点赞过不少关于玄冰的评论 但除此之外两个人倒是很少会进行互动 就更不要提铜框出现了 所以这次孙艺珍疑似晒出由玄冰拍摄的美照之后 大家就变得异常兴奋 这一切都是因为人们实在太喜欢孙艺珍和玄冰这一对了 如今孙艺珍和玄冰都即将迈入四十大关 而两个人之间已经相识多年 他们的感情也算是比较稳定 大家自然希望孙艺珍和玄冰能够更进一步 不过目前孙艺珍和玄冰都还没有就两个人 是否会尽快亡魂一事给出正面的回答 我们也可以持续关注 看到孙艺珍当前的状态如此好 粉丝们便开始有了更多的期待 自从爱的破将播完之后 孙艺珍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没有接拍新作品了 对于年龄在三十家的女明星来说 她们正处于一个比较尴尬的时段 如果孙艺珍无法尽快推出新的作品 来稳固人气和自己在圈中的地位 那她很可能会失去好资源 粉丝们都希望孙艺珍尽快敲定新作品 并且持续为大家带来惊喜才是 而关于这一点 孙艺珍此前也曾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态 她似乎并不是不想接拍新作品 而是一直没有遇到合适的剧本 如果贸然开拍新作 但却没有能给大家带来更好的体验 对于孙艺珍来说是一种消耗 所以也就不难理解 为何孙艺珍迟迟没有进组的打算了 或许她还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机会 好在孙艺珍的男友玄冰本来就自带流量 两个人的恋情更是韩芸圈中最受瞩目的事情 所以孙艺珍短期内也根本不缺流量 只要后续她能够尽快进组拍戏 很多事情就迎刃而解了 我们也可以共同期待 你觉得孙艺珍的美招是玄冰拍的吗